分类结构可能会具有美白活性 如丁香 百里芬百里香 子类相关精油 如增薰 醒薰等 可能具有抗作功能 可以深入探讨 并从成分分析中 叛毒活性 与可替代精油有哪一些 挽起精油来 才够底气 我是嘎塔香香公爵 一个用生命热爱芳疗的风子 感谢观看我的影片 现在就订阅追踪 加入科学金牌疯人院 把精油化学培养起来 你也可以成为芳疗达人 平常我们在进行成分分析时 GCMAS的比对软体NIST中 就有几十万种的方向分子 而精油是混合物 有时一只精油中 就有上百种方向分子 如果去了解其功能为何 您会发现 重复性高且极度无趣 那香香老师 是如何去判断一只精油 有那么多方向分子时 如何快速去判毒呢 首先除了多把点药理学的概念外 老师会从大量的科学研究当中 把众多方向分子 归类成一个整体 如分类家族 子类家族 当我们想知道精油中 是否可能具有美白功能时 常见的美白成分中去观察 如Aputin 这边有分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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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香香老师就会推测 精油中若含有分类结构 可能会具有美白活性 为了验证 会再查找相关研究 如从这篇 文献当中得知 Origin主要为分类家族 的确可以降低黑色素的表达 所以Origin可能具有美白活性 在大通责底下 其他具有分类结构的精油 如丁香 百里芬 百里香等等 皆能推测 当具有高比例分类结构时 可能具有美白活性 可供持续研究 预验证 再举例 若香香老师想识到子类家族 有无抗咒活性 又应如何办呢 这时香香老师会从 发明专利成分 或全球科学期刊中 一一探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专利成分 Elastin 这个位置具有子类观能机 它可以调控 关于抗咒的生物分子 Truple Elastin 505 Emily 1 再来从这篇 文献中 可以看到具有调控 与抗咒有关的生物分子 Vibram 1 在Respiritual家族中 皆是具有子类观能机的 2号 3号 4号 6号 的有机化合物 那提示一下 6号的ACO 是指 Astoxy 也就是子类结构 所以可以推测子类相关精油 如 增薰 醒薰等 可能具有抗咒功能 可以深入探讨 但还是要提醒 一定要搭配COA 成分分析 确认有其高比例 子类相关方向分子 不能子计 增薰 或 醒薰 所以呀 相像公爵不会告诉大家 又是雷蒙宁 或左是雷蒙宁 还是Machine Osmic Trapinoline Trapinine Pinine 等等各自是什么功能 而是他们都隶属 丹铁锡家族 那科学研究的角度中 了解丹铁锡家族 通常具有何种功能 与各种情况用油 与丹铁锡家族的关联性为何 是以从大量的科学研究中 以化繁为简的方式着手整理 这样才有办法培养 看懂精油成分分析的能力 并从成分分析中 叛毒活性 与可替代精油有哪一些 挽起精油来 采购底气 所以一一教 几十万种方向分子的个别功能 反而会太复杂 且难懂 要把这么难懂的化学 化繁为简 其实才会玩得快乐哦 当然您可能会问 化繁为简的能力要如何培养呢 其实只有一个方法 一天持续看 五到二十篇的科学研究 久了就会找到化繁为简的整理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